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16號台灣各地多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午後山區有局部短暫雷震雨較大雨勢發生 針對花蓮台東也發布連續三天 36度以上高溫橙色燈號 提醒民眾外出要做好防曬 並且多補充水分 氣象局表示 隨太平洋高壓逐漸西移 未來一周台灣多數地區上午天氣晴朗穩定 中午過後山區要注意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另外像是東半部花蓮台東 氣象局也發出高溫橙色燈號警示 預計將有連續三日36度高溫的機率發生 紫外線達過量級 我們現在預測大概我們到星期三或星期四以後 我們可能就比較容易去了解到這個熱帶低壓 或是颱風的影響 會對我們影響的狀況會比較明瞭一點點 所以目前這幾天大概就還是不用太擔心 這個熱帶性氣壓的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整個花蓮的一個天氣概況 我們剛才說過了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所以在這一周都是以午後的雷震雨的情形的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在花蓮這幾天都是一個 午後雷震雨的狀態 就是18、19可能封面會在北邊 會影響到我們比較多一點 所以在18、19我們的溫度會比較低 然後雨可能會比較大 然後其他的時間大概就是偏向於午後雷震雨 那還沒有在中午前後還沒有開始烏雲起來 或是雲還沒有長起來以前 溫度還是相對的高 所以可能在進中午的時候 你在外面的活動的時候 或是你去戶外做工作或是活動的時候 可能注意保水 另外在太平洋海面上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目前中心位置距離台灣3500公里 預計最快在16日下午發展為今年第12號颱風奧麥斯 對台灣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也提醒民眾出門記得防曬補充水分 做好防疫措施 留意天氣變化 記者長幫眼華聯師報導